欢迎收看旅读台湾 我是张灵语 用角度历史 用心爱台湾 今天我们要跟你来讲 病毒跟人类的战争 2019年12月 武汉发现了新型冠状病毒 2003年SARS的恐惧又再现 2020年1月 台湾在高雄出现了 第一例的汉塔病毒个案 这么多种的病毒 这些的源头都是动物传人 专业病毒免疫的 台大兽医学系副教授陈慧文就说 人类对于动物的病原体 抵抗力本来就比较差 最好一开始就不要接触 但历史上却曾经出现过 不少人类试图用病毒作战的 蛛丝马鸡吗 到底怎么回事呢 吕杰老师一一跟你说分明 蝙蝠开语叫做亚伯 或者叫皮薄 那又有人称它为纤属 那你要知道 蝙蝠其实是一种异兽 但是我们说 这个武汉肺炎据说 是从蝙蝠上面跑出来的病毒 其实蝙蝠是一种非常非常强大的动物 为什么 它身上带有几百种的病毒 包括伊波拉啦 包括我们说武汉肺炎啊 等等点点点 越大型的哺乳类动物 它的心跳越慢 但是它活得越久 但是蝙蝠 它小小的一只 最小的可能是几公克 3到5公分而已 它光动起来 它就是发烧的状态 而这么强悍 这么飘悍 身上带有主角光环的动物 但是它咒服夜初 展现了强大的低调 那你要知道 这么低调的蝙蝠 它不来弄你就不错了 你还去吃它 你不是自己找得不好看 脱皮疼啊 那其中最近最严重的 应该就是非洲蝗灾 来它们从非洲出发 现在已经到了印巴的边界 而且朝着中国大陆前行 那你要知道 蝗虫过境 寸草不生 所有绿色植物 通通毁于一旦 在中国古代 我们说 明朝末年重征年间 就爆发了蝗灾 而蝗虫过境 粮食都被吃掉了 人民没饭吃 没东西要吃要怎样 我就给你拼嘛 所以爆发所谓的 柳寇之乱 间接造成明朝的灭亡 那台湾目前 有记载的蝗灾 最早应该是在 荷兰东印度公司时期 当年因为蝗虫过境 造成粮食短缺 这也是郑成功打败荷兰人 主要的原因之一 而二世纪的中国 也曾经爆发过蝗灾 饿死了数千万人 蝗虫有如地狱来的死者 所到之处 寸草不生 昆虫带给人类很大的伤害 其中尤其是以疾病为主 由病媒所传染的疾病 大概约莫占了两成左右 其中又以蚊子最为可怕 你不要动作有蚊子 定着 咬两个背两个就没问题 蚊子可以传播日本脑炎 它可以传播灯隔热 它甚至传播瘧疾 每年这些疾病所产生的病例 都在上亿个 而死亡人数都高达百万 有没有听过一个人叫郑成功 据说郑成功 不管有人说他是得瘧疾 有人说他是得灯隔热 但是不管是瘧疾还是灯隔热 都是有蚊子定时的 包括还有皮虫病 我们说西方的流行天后艾维尔啦 小天王小贾斯丁啦 都是因为皮虫得了一种病 叫做莱姆病 我早就说 不要吃到脏水 不要吃到羊腿 来我后面吃你怎么吃过 你知道我们说现在这个武汉肺炎 很多人说其实是中国人吃野味所引起的 那其实在17年前 SARS也是从野生动物传染下来的 但是你要知道 台湾也有人在吃野味 因为台湾地处 我们说整个雅热带地区 我们山区很多 所以野味也很多 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不顾风险 顶着这些危险来吃野味呢 来跟着我走 我们来直集台湾吃野味的状况 各位朋友 你有没有看过周星驰有部电影叫做《上海滩土圣》 里面有提到一个柱子叫 《上海侠飞路731号》 这个731耶 其实它不只是一个柱子 它在影射在日本清华时期的731部队 这个部队他们专门在做活体实验 而且不只是用活体 是用在人体 在清华战争期间 日本抓了很多中国人 韩国人跟俄罗斯人在那边进行活体实验 在他身上实验生化武器 并且打算运用在战争上令人发指 回到旅渐台湾 刚刚旅渐老师讲到 日军在二战时疑似在中国投菌 造成超过2.6万人感染 可能造成鼠疫跟半血症的细菌 其实鼠疫是人类已知最古老的一种疾病 最严重的一次大爆发在14世纪 当时欧洲三分之一人口因此丧命 总数超过5000万人 死者的皮肤呈现黑斑 所以有了黑死病的名称 这种烈性传染病从来没有被赶尽杀绝 只要人在流动 他就会跟着流动 最多的一次他覆盖了四个大洲 受害者达到了2亿人 黑死病削弱了教廷的威严 让人类开始探索如何用科学的方式拯救自己 发展成了现代医学滥伤 不过最近史学家发现现在在全球大爆发的武汉肺炎疫情 竟然跟当年的黑死病有神秘巧合 当年黑死病也曾经在中国的湖北爆发 传染了中国三分之二的人 再透过古代思路逐渐传播跨越了亚洲 就像波斯的伊朗灾情惨重 后来再散步到欧洲 意大利也是重灾区 跟现代的状况相当雷同 中国当局提倡简称一带一路的丝绸之路经济带 跟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会不会复制病毒传播的灾难 21世纪的黑死病会重现吗 黑死病曾经一度让全人类感到恐惧 每一次的大爆发都会带走数以千万计的生命 它不留余地的屠杀给欧洲文明一记重创 最可怕的其实是在于它的屠如其来 SARS也是如此 2002年11月的中国佛山出现了第一个疑似病例 然而世界卫生组织直到隔年的2月11号才收到通报 这时已经有305名病例了 同月下旬某位染病的患者抵达了香港酒窿酒店 把病毒传染给酒店员工 病发之后医院也没能及时察觉 引发了院内感染 香港沦陷 但病毒也同时透过了香港的机场飞往台湾 2003年3月 台湾陆续通报境外移入SARS 4月台北势力和平医院爆发院内感染 随即遭到封院 全台湾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慌 回到旅渡台湾 我是张宁宇 战争从未改变 人类跟病菌的对抗永远不会体歇 要打赢动物病毒战 最重要就是不接触 还有要遵照疫情指挥中心给你所有的指引 要小心不实的资讯 旅渡台湾 我们下周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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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